崔永怡元被黑道威胁生命堪忧后,又遭白道大老实名恐吓。 崔永怡元诠释了什么事不做死就不会死,他公开了阴阳合同一事不要紧,但他还按对了范冰冰、冯小刚等娱乐圈一线大老,这些人都是拥有一定黑道背景的,崔永怡元简直就是吃了雄心抱子胆,敢一次得罪这么多人。 如今国家税务局已经在崔永怡元公开此事后,对明星门的阴阳合同进行了加紧调查,偷税漏税会对我国的经济造成极大影响,不但损害了普通公民的福利,同时还会对国家的军政造成负面影响,如果就是论事的话,崔永怡元这个举动的却是非常正义的,不过网络上对崔永怡元的骂声还是很多。 主要针对了崔永怡元站在道德的这高点抨击他人是否应当? 因为崔永迡元的确实有理有据的,所以大家在抨击了他骂人不对的之外,就只能提起一句老话,这句话就是水智轻则无语,也就是他们认为一部分人的偷税漏税是应该的。 崔永迡元不久前还提到了,冯小刚等人之所以不回应他的阴阳合同事件,是因为他们担心坏消息导致股票下跌。 没想到崔永迡元这样一个不懂股票的人确实说中了,如今的华裔兄弟与唐德影是都亏惨了,也许对这些大佬们来说,几千万根本就不是个什么大数目,半跌的如此之惨的股票,直接让大佬们损失了几十个亿。 估计也算得上是伤筋动骨了。 不过让网友有些担心的是,崔永迡元如今似乎展到了白道的对立面,一个微博名为国际式飞员的人疯狂连对崔永迡元,并且直称他羊兽不多了,这已经是非常赤裸裸的威胁了。 那么这个试飞员究竟是何许人物,居然如此嚣张?完全不把法律放在眼里呢? 这人叫做徐永迡,是中国兼实战机的第一个试飞员,同时他还是空军大校,军衔并不算低,而面对徐永迡如此赤裸裸的威胁,崔永迡元调侃到自家的猫安娜,这些天都非常紧张,看来自己也许要搬家了。 对于崔永迡元被徐永连威胁的事情,大家是怎样看待的呢?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。